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廖丹 今天我要帮大家分析的这三个词汇是 肯定,确定,还有一定 这三个词都有一个定字 而且英语都有可能被翻译成certainly 它们三个的意思非常相近,非常相似 我们也把它们三个叫做敬意词 还是老办法,为了帮助大家理解 我画了一幅示意图 也就是帮助你理解的图称为示意图 你可以看到绿色的部分是确定 粉色的部分是肯定 我们先来看确定 你可以看到绿色的部分我写了五个词 什么时候 水 在哪里 什么 怎么做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什么时候 比如你的公司将要举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可是会议的时间还没有确定下来 什么意思呢 还没有确定下来 那就是有可能是星期一 有可能是星期二 也有可能是星期三 还没有确定下来 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对话 请大家听这段对话 我们会议的时间确定下来了吗 我们会议的时间还没确定下来 你会发现你学的是确定这个词 可是确定的后面还有一个固定的常见搭配 那就是确定下来了吗 我们的会议时间确定下来了吗 我们的聚会时间确定下来了吗 我们旅行的出发时间确定下来了吗 还没确定下来的意思就是可能还在讨论 还在考虑 还在选择中 还没有确定下来 当然在日常对话中 人们的回答比较简短 也就是比较简单的意思 比较简单 比较短 我们出发的时间确定下来了吗 还没有 你看我不需要说还没有确定下来 你只需要简短的回答说 还没有就可以了 下一个关于谁 比如某家公司的总经理刚刚辞职了 大家都很关心下一个总经理是谁呢 这里有三个候选人 有A 有B 有C 当然中文我们一般说 甲 乙 丙 丁 那么一共有四个候选人 这四个人 只有两个人通过了最后一轮面试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问 咱们公司总经理这个职位的人选 确定下来了 确定下来了吗 还没有 还在面试 继续面试 来做最终的选择 确定下来了 已经确定下来了 是谁呢 就是第一个人 当我们去找工作 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你参加了面试 可是公司却很长时间都没有给你打电话 没有和你联系 这个时候你很想知道我还有机会吗 他们打算录用我吗 这个时候你可以打电话给人事部门 你可以这么说 你好 上周我参加了你们公司的一场面试 我应聘的职位是公司前台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得到你们的答复 请问公司前台这个职位的人选 确定下来了吗 如果人事部门说 非常不好意思 这个职位的人选已经确定下来了 那么你就知道有人得到了这份工作 但如果人事部门说 这个职位的人选 还没有确定下来 我们还在面试中 也就是正在面试 说明你是有可能被录取的 如果你想学习关于录用和聘用的区别 请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 就可以看到这两个词的分析视频 下一个在哪里 比如有的人要买房子 买房子的时候就要选择 这个房子的所在位置 你们在哪里买房子 确定下来了吗 比如你们想在市中心买一套房子 一般是公寓 买一套公寓房 也可能是你们打算在郊区买一栋房子 你们确定下来了吗 还没 还没确定下来 真的非常难选择 已经确定下来了 我们决定在市中心买一套公寓房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要决定自己的职业方向 也就是接下来你做什么工作 工作的选择非常的多 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去做决定 接下来做什么工作 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工作 确定下来了吗 还没有 因为选择太多了 又或者确定下来了 我打算做和我的专业相关的工作 又或者确定下来了 我打算创业 最后一个场景是怎么 比如我们去旅行的时候 就要选择交通工具 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你是打算坐火车去旅行呢 还是坐飞机去旅行 又或者是坐轮船去旅行 怎么去旅行 你们确定下来了吗 还没有 再比如某家公司想在今年达到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就是降低他们公司产品的价格 这是这家公司今年的目标 降低价格 可是怎么降低产品的价格呢 有三种办法 有三种可能的办法 第一种是降低产品原材料的成本 比如这个产品是用塑料做的 降低这个产品原材料的成本 也就是选择更便宜的塑料 材料的成本降低了 质量也会下降 第二种办法 那就是降低运输的成本 以前选择的是空运 非常快 飞机运输 但现在选择船运 船运比较便宜 运输的成本降低了 但是 运输的速度也变慢了 最后一个 那就是公司从今天开始 通过省电 省水 减少白纸的使用 通过节能的办法 来降低公司的成本 大家一直在讨论 应该选择哪一个方案呢 最后老板问 关于怎么降低产品的价格 你们最终确定下来方案了吗 也就是计划 办法 方案 确定下来了吗 确定下来了 最终我们选择 节能的办法 来减少公司的成本 减少公司运营的成本 从而 也就是这样就可以 从而来降低 产品的价格 所以大家看到了 确定 其实是表示 有很多个选择 还在讨论 还在选择 确定下来 就是表示 做出了选择 我们再来看 肯定 这里你看有一个人 他正在思考 我们可以想象 他是一个侦探 这个侦探正在问 现场的目击 证人 什么叫目击 就是亲眼看到了 证人 他可以作证 因为他看到了 他就是证人 这个侦探正在和证人 对话 他问 你确定当时 就是早上 这个人说 我确定 因为那一天 是星期一 我早上去上班 他又问 你确定 这个人 就是他吗 我确定 我认识他 因为他是我的同事 你确定 他去的就是这个地方 我确定 因为我们两个 去的是同一个地方 你确定 他当时 和另外一个人 说的就是这些吗 我确定 因为我就坐在 他们俩的旁边 你确定 他是坐火车 去这个地方的 我确定 因为我和他 在同一列火车上 大家看到了 肯定 其实是表示 你有一个推测 你怀疑是什么 但如果我肯定的话 一定是有什么证据 或者是有什么原因 我敢百分之百肯定 肯定是这个时候 肯定是他 肯定是这个地方 肯定是这些事情 肯定是这样做的 是用这样的方法做的 当大家使用肯定 这个词的时候 你想问 你肯定吗 其实肯定的前面 要再加一个字 这个字是敢 所以这句话是 你敢肯定 就是这个时候吗 你敢肯定 就是他吗 你敢肯定吗 我不敢肯定 就是我不确定的意思 我 我不知道 可能是这样的吧 我不敢肯定 大家看到了 在口语中 有时候大家也说 我不敢确定 我不敢确定 就是我不敢肯定的意思 在视频结束前 我来给大家一个最常用的对话 比如 我想请我的朋友来我家 参加我的生日聚会 我真的特别想让他来 但是我知道 他住的比较远 而且工作很忙 我不是很 我不是很确定 他能不能来 所以我打电话问他 你肯定你能来吗 我的朋友说 我肯定会去的 我肯定会干什么 我肯定会去你家的 这时候他也可以说 我一定会去你家的 放心放心 我一定会去的 我已经确定了 出发的时间 你还记得吗 确定就是表示 有很多选择当中 我要选择一个 我已经确定了 出发的时间 最后一个对话 来帮助大家区分 确定和肯定 有什么不一样 比如 我的朋友 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可是 我有点担心他 为什么 因为我的朋友 和他的爱人 他们只认识了 两个月 就要结婚了 我有点担心 所以我就问他 问我的朋友 你确定 你想嫁给他 表示你真的 做决定了吗 你想清楚了吗 你确定 你要嫁给他 我的朋友 看着我说 但我真的确定 我真的想 嫁给这个人 我确定 我要嫁给他 我就知道 他真的 做了决定 但如果 我的朋友问我 你肯定 会来参加 我们的婚礼吗 我肯定会去的 这里的肯定 是表示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 是很大的可能 是几乎为百分之百 相当于 我保证 我会去 我保证 我一定去 我肯定去 但是确定 你确定吗 表示你真的 做决定了吗 你确定 要做这个工作 你确定 要去中国留学 你确定 要搬家 你确定 要辞职 你确定 什么 好了 这就是 我们今天的 中文课 希望对大家 有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